小羊 我有事跟你说 干嘛呢 我是看手机 何小羊 我自从嫁给你 我连这狗都不如 连看见狗 还摸摸它 夸它可爱呢 你说你 你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我不爱你 你这话说的 我不爱你 我们孩子哪里来的 那是结婚以前 结婚以后呢 什么都变了 你眼里只有孩子 我呢 身体是父母的 心是孩子的 我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只有皱纹 苦劳 烦恼 何小羊 你说我嫁给你以后 我得到什么了 杨淑琪啊 我不给你吃 我不给你喝了吗 我们男人在外面 这么辛苦啊 啊 我每天在外面 这么拼命的挣钱 这么努力的工作 我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你跟孩子啊 你看你啊 每天 你就懂得只打扮自己 你还为什么 还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打扮自己啊 就你那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啊 我用过你的钱吗 我用的都是我自己以前挣的钱 你没用我的钱啊 那我的钱去哪了 我自己用了吗 我的钱还不是你跟孩子把它用了 行啊 不想跟你说了 我们离婚吧 我们已经没必要在一起了 行啊 行行行 行 离婚就离婚 什么时候去 明天下午 三点钟明镇局见 哎呀 这离了婚可真自由啊 谢谢你啊 让我们不单身 这离婚了 你这么高兴 是啊 你说这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 随便找一个啊 都比你强 行 我走 我走 赶紧走 看着你就烦 这离了婚了 真是好啊 哎 勇哥 干嘛去啊 好 我刚吃点烧烤 咱们喝酒去啊 行 喝酒去吧 反正我现在啊 天天迷迷糊糊的 就这样给我下半辈子了 走 喝酒去吧 叫上嫂子一起吧 叫上嫂子一起啊 华华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啊 没有嫂子了 她嫌弃我 不会赚钱 太穷了 跟我离婚了 勇哥 你是不是傻啊 你脑子里面装的是浆糊是吧 嫂子病了你都不知道吧 上个月去医院 检查的 这个你都不知道 什么 她疼病了 还没告诉我啊 那 那她现在在哪 在哪 肯定在你家啊 这还用问啊 赶紧去看她 行 谢谢你啊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这个人她妈是不是傻了吗 这么好的媳妇 都能离婚啊 苏琪啊 苏琪 苏琪啊 苏琪 你来干什么 苏琪啊 我都知道了 小妖 你来干嘛呀 我都是一个癌症晚期的人了 我只想一个人 静静地死去 苏琪啊 对不起啊 之前啊 都怪我不知道 一直跟你吵架 就离婚了 小妖 你别说了 我们两个缘分 就没有了 你会找一个 比我更好的 苏琪啊 你说什么呢 我答应过你 能照顾你一辈子的 小妖 我得了这个病 治不好的 回头 还会拖垮娘家 搞得一穷二白 最后 什么都没有了 苏琪 你放心啊 钱啊 我会想办法的 我们这个家 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的家 那算什么家 反正 我就要给你治病 小妖 跟我走吧 听我的 钱 买是身外之物 我一定会把你治好了 然后 我每天都没有你治病 他那样 想办法比赛 他什么事情 都没有你治病 我们现在要